公元前221年 它终结了战国时代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 变定了中华版图的基本格局 更创立了一套 影响东亚2000年之久的 社会治理体系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 最具争议的皇帝 在人们的心目中 他是一位贪婪无情的暴君 他帝奏的那个时代是灰暗的 果真如此吗 一座陵墓将秦始皇 以及那个时代 深深地隐藏在厚厚的皇土下 但他的治国里面 以及所开创的法治文明 却对中国古代社会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千百年来 人们从未停下 对秦始皇以及秦文明的探索 神秘莫测的秦始皇岭 究竟隐藏了多少 破解历史谜题的线索呢 十年的秦灵卡古经历 但我有幸成为 最靠近那段历史记忆的人 希望能通过 对这些卡古资料的解读 为你揭开 蕴藏在秦人地下的 一个一个的历史谜团 告诉你一个 更竭尽历史真相的秦始皇帝 2003年3月 秦灵考古队在秦始皇陵东侧 发现了一处乱葬坑 坑内非常凌乱地埋葬了 121具尸骨 经过检测 发现他们生前都从事过 繁重的体力劳动 就在尸骨附近 还发现了刑具和铁锤 史料记载 有大量行徒参与秦灵的修建 难道他们就是当年 修灵的行徒吗 秦始皇陵的规模空前绝后 这样一座汇集了当时 最高建筑技艺的帝王陵墓 究竟是哪些人建造了它 它的修建最终用了多长时间 史料记载以及考古发现 又能为我们呈现出 两千多年前怎样的一幅 修建场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段清波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秦灵尘封的帝国 第七集 修灵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说到秦灵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气势辉红的兵马俑 高大如山的陵墓风土 还有充满种种谜潭的地宫 而秦始皇陵还远远不止这些 他还有庞大的外仓系统 临时致闭的理智建筑 巍峨高宋的两重地面围墙 2.13平方公里的陵园 地上地下文物遗存密布 除了规模属于前屋古人 后来者之外 陵园的设计和工程技术 也同样令人叹服 根据史记的记载 秦始皇继位为秦王后不久 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 如此算来 这座陵墓前后也修建了39年 秦始皇陵真的修建了 这么长的时间吗 还有民间传说 有很多修陵的工匠 在陵墓建筑完以后被活埋了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2003年的3月 为了配合秦永博物馆 馆前环境改造工程 我们在博物馆的东侧 山刃村的秦带瑶指 附近发现了一处乱葬坑 这里边全是密密麻烦的人骨 没有棺木 没有随葬品 也没有木质 那人骨呢 是从上到下一层层地叠压在一起 非常凌乱地堆放了121具 在个别骨架的旁边呢 还发现有铁质的刑具和铁工具 在骨架的旁边呢 还发现大量铜瓦和板瓦的铲片 瓦的大小 文式的特点 显示出来 他们属于秦始皇时期的 经过鉴定 这121具人骨呢 全部都是青壮年男性 年龄在13岁到55岁之间 他们骨骼粗壮 其中有些骨骼呢 发生了一些病变 可以看出 他们生前是从事 繁重体力的劳动者 这些人究竟是谁 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这么说的 说疾病天下 天下图送于七十余万人 就是说 全国统一以后 从各地争掉了七十多万人 来到这里修建灵墓 其他的一些史书呢 也称这些修灵人为图 或者是天下图 这是对从事 摇移劳动者的一种范畴 秦始皇陵修建于两千多年前 在那个时代 土木工程的修建 还处于纯粹依靠人力的阶段 秦始皇陵如此浩大的规模 它的背后 必然有一支庞大的修灵人队伍 史料中有用行徒参与修灵的记载 而秦灵东侧乱葬坑中发现的人骨 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但如此浩大的工程 仅仅依靠犯人是难以完成的 那么都有哪些人 参与了秦始皇陵的修建呢 根据史料的记载 有七十二万人参与修建秦始皇陵 刑徒呢 应该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来判断 当时修建秦灵呢 主要有四类人 第一类是刑徒 就是处犯了国家的法律 以劳疑的形式接受处罚的罪犯 这是古代国家进行大型土木工程时 获得误伤劳动力的手段之一 形图用于修筑陵墓和其他大型的监局工程 可以说是秦汉时代政府的一项常态化的措施 从乱葬坑里我们发现的这些尸骨身边 有铁刑具和工具来看 这些被曹操掩埋的尸骨 应该就是当年修灵的行徒 第二类呢 是居子 子呢 就是钱财 居子是秦汉时期的一种刑名 因为犯罚而被罚款 但本人无力交纳钱财 那就以服劳仪的形式来代替 在修灵人的墓地中 发现一些覆盖在死者身上的瓦片 上面刻有文字 这些瓦文呢 除了表明死者的机关信息以外呢 有的还表明他们的身份是居子 可见呢 居子也是秦汉时皇 修灵大军中的组成部分 第三类呢 是官府和民间的手工业作坊的工匠 建造帝王的领务呢 是一个多工种多门的一个综合性工程 当然需要众多的工匠 设计师来参与 这些工匠呢 除来自于官府的作坊以外呢 其他的则是以摇移的形式 是从割地蒸发而来的 我们在灵源范围内 发现了一些器物上有下规 有纸阳 有林晋 有安宜 等等这些地人的印记 更是清楚地表明 这些器物的制造者 是来自于外地的官府作坊 和民间作坊的工匠 第四类呢 是战俘和奴隶 政府呢 把重罪犯 以及他们的家属 还有战俘 冲造官方的奴隶 不但奴隶本人 终生要从事繁重的牢狱 而且这些奴隶的后代呢 也要编入劳动的大军 他们没有人身自由 是非常悲惨的一群人 根据史料的记载 秦始皇陵的修灵人数量 一度达到72万之多 身份构成也比较复杂 如此庞大的人群 在野外从事繁重的劳作 他们的衣食住行问题 如何解决 几十万人在同一个工程现场 现场又如何管理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段清波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秦陵 陈峰的帝国 第七集 修灵人 首先我们来看他们的衣着 秦检上说 这些修灵人员是衣食工 也就是说他们的衣食 是由工家来提供的 云梦秦检的进步率中 就详细的规定 说修灵人的东衣 夏衣 是由政府提供的 每人只需交拿少量的钱 个头小的呢 按正常人的三分之二来交 农历的义着呢 也要交拿一定的货币 但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修灵人 各个都是远离家乡 虽然名义上的意识 是由国家来供给 但数量是奇迹有限的 其他秦检上 还有战士夫兵仪式 给家里写信 索要衣服和钱的内容 国家发给他们的这几件衣服 对一个重体力的劳动者来说 肯定是不够的 和我们今天的一日三餐不同 其他人普遍实行 一日两餐制 从此重体力劳动的行动呢 比如陈胆 就是从此重体力的一种刑法 粮食定量会高一些 关于修灵人的饮食 我们从云梦勤检中呢 也能略知于二 负责修建城墙的那些男性罪犯 负劳仪的早餐半斗 晚餐三分之一斗 而从事其他轻体力劳动的 饭量适当减少 我们再看看他们住的问题 文献中没有记载这些修灵人 住在哪里 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不过在秦永坑的东南 发现了一处面积很大的 卧棚遗址 经过发觉 在这处遗址里呢 除了木炭 灰烬和简单的淘气之外呢 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 专家们推断 这可能是修灵人的一处居住区 由此可见 修灵人是集体居住 居住条件比较差 相当简陋 在野外劳作 生活条件差 再加上繁重的劳动 很多修灵人 因为各种原因 死在这里 也就不足为奇了 尤其是那些低位 比较低下的奴隶 战俘和行徒 很可能因病 或者反抗而死在这里 在灵源一夕的 赵背户 摇尺头的行徒墓地中 我们发现 有的石骨 下子惨断 有的药部斩断 有的身手异处 他们显然是在修灵中 被残杀的 在行徒墓地 发现的这些遗骨 应该就是当年修灵史 因犯错或反抗 而被杀的行徒等 遗骨的惨状 让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工地上 管理的严苛 数十万人 在同一工程现场 生存环境之艰苦 和管理制度的严苛 可想而知 按照规定 这些蒸发来的牢役 一旦送到离山来修灵 就需要按照 军事组织的形式 把他们管理起来 严加控制 他们被称作离山图 秦国对这些 修灵人的管理 是十分严格的 为了保证质量 工匠呢 还必须在制作的器物上 要刻上自己的工厂 和自己的名字 以便有质量问题的时候啊 可以追责到人 这是一种严格的 质量监督体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物乐公民制度 为了秦始皇陵的修建 数十万修灵人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史料记载 秦始皇即位 就开始修建陵墓 但是考古工作者 却在秦始皇陵 发现了修建时间的新线索 那么这些线索 指向什么样的答案 秦始皇陵 到底修建了多长时间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段清波 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秦陵尘封的帝国 第七集 修灵人 关于秦始皇陵 修建的实践问题呢 最早的记载是 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里边说 始皇出积位 出安至离山 而我们知道 秦始皇是13岁积位 公元前的246年开始 修建陵墓 因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 居立秦皇也不过70多年 所以呢 千百年一来 我们谁都不曾怀疑过 这段文献是否有误 然而事实真的如司马迁 所说的那样 秦始皇真的一继位 就开始为自己修建灵墓了吗 在秦陵的十年考古工作中 曾经有一个问题 让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是什么呢 就是在赵背后和摇石头 修灵人的墓葬中 除了个别的铁工具随葬以外 几乎不见任何的随葬品 但是我们发现了 有十八件瓦书 是刻在板瓦上的 有死者的籍贯 爵位 还有傅劳仪等等的信息 哇 闻上死者的籍贯爵位 说明 关东六国人 几乎参与了秦始皇陵 所有建筑遗族中的 哇 陶勇的制作 而他们也只能是 统一以后 才有可能来到这里 参与联幕修建 我在想呢 难道说司马迁说 始皇出击 为川智离山 是记错了 要解决这么个问题呢 我们还得从 秦始皇陵的修建说起 汉秀仪记载了 不少秦汉的故事 其中有这么一件事 使丞相司 将天下行人徒利 七十二万人作陵 早已章成 三十七岁 故水泉绝之 塞一文时 至已丹妻 身疾不可入 奏之曰 丞相司魅四言 臣所将徒利七十二万人 止离山之 一身一疾 凿子不入 梢子不然 寇子空空 如夏天壮 至曰 凿子不入 梢子不然 其旁兴三百丈乃止 这段文献透露的信息 非常丰富 也非常重要 首先他表明 丞相李斯 是秦始皇陵 功臣的负责人 秦统一全国的时候 李斯还不是丞相 他担任的职务是 三公九卿中的庭位 是负责全国监狱和司法建设 他虽然备受皇帝信任 也是皇帝 义众的智囊 但他的身份还不是丞相 上面让他文献说明 也许在李斯担任丞相之前 灵源要么没有大规模的建设 要么就没有明显的进展 处于比较缓慢的发展过程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 刚开始提出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灵源内外的所有的遗存 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 这应当和李斯担任丞相的时间 有密切的关系 李斯在晚年的政治生活 是非常不幸的 他被赵高囚禁 在囚禁的期间 他给前二世上书 为自己申辩 说自己这么多年来 忠心耿耿 为秦国做了七大贡献 这七大贡献呢 分别是 立秦为太子 北周湖墨 兰定百岳 立社稷 修宗庙 尊大臣 盛期爵位 凭斗湖度量文章 致迟到兴游关 缓刑罚伯敷恋 从相关的文献记载 我们可以知道 李斯在秦国政坛 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 是在统一的前后 而他所说的七大贡献 多数也发生在统一以后 其中支持到 兴游关的土木建设呢 很可能就包括 秦氏皇帝陵和厄旁公 这些工程 在他当丞相之前 他曾经干过艇位 也就是司法部长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在此阶段 让一个司法部长 去负责秦陵的建设 其实可能性非常小的 那么也只有 在他胜任丞相之后 也就是在 始皇28年到34年之间的 这个时间段里边 才有可能担此重任 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会写 始皇出击 未川智离山呢 思前想后 我认为 司马迁的这些文字 其目的之一 就是要劝谏汉武帝 不要像秦氏皇那样 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 后汉书礼仪之下 有这么一段话 天子继位明年 将作大将迎领帝 其他的文献呢 也显示 武帝是在继位的第二年 开始修建自己陵墓的 在两汉四百多年的期间 有二十多位皇帝中 继位的第二年 开始修建陵墓 做了五十四年的皇帝 修了五十三年的陵墓的人 只有汉武帝一个人 与此同时呢 他还建造了建章工 开造了昆明池 修建了长城 这些统墓工程 完全可以说 古代大型统墓 劳民伤财的典范 汉武帝这个人的性格 也缺缺实实是 是息怒无常 你想想啊 司马迁 以一个儒生的 道德情怀和修养 他发的内心的 忧国忧民的情怀 使得他不吐不快 但又不能直说 怎么办呢 如此这般的情况下 司马迁 只能以秦始皇为例 间接地提醒汉武帝 您看 秦始皇就是这么 一继位就修建陵墓 恶旁工程 大型统墓工程 使得国力衰竭 才导致到国家的灭亡 您如果还继续这样 当心要重蹈复职啊 这其实本是司马迁 出于善良的愿望 希望达到 劝谏汉武帝的目的 可是呢 如此一劝 却让后人误解了 秦始皇两千多年 如此看来 我们今天看到的 秦始皇帝 灵元内外的这些遗存 都是李氏做了丞相以后 才建造的 那么从那时候开始 到秦二世下葬完秦始皇 灵元修建的时间 前后不到十年 无论秦始皇陵的修建 起于何时 止于何时 这支庞大的修灵人队伍 所付出的艰辛和创造出来的 伟大成就 都是毋庸置疑的 根据文献的记载 秦始皇陵的修建者 一度曾达到了 七十二万人之多 那这些修灵人最终的结局 是怎样的呢 比较普遍的说法呢 是他们被活埋了 但这种说法 一直没有得到考古的证实 从秦陵附近修灵人墓地 和乱赃坑的人无处的状况 以及呢 骨骼上未发现致命性创伤 这两点来判断 所有的尸骨 基本上都是正常死亡的 正常死亡后 被及时掩埋处理 活埋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这种说法是根据 史基秦始皇本纪来的 是说四月 离山施大壁 副作厄旁宫 是这些修灵人在修建完 秦始皇陵的主体工程以后 又被调遣去修建厄坑宫了 然而考古的证据证明 厄坑宫只是一个基础 地面上的主体建筑 尤其是前殿 并没有开始建设 即便是像文献记载的那样 秦二世重新开始建造厄坑宫 但可以推断 在人力资源使用到了极限的秦朝末年 是不会有太多的劳动力 投入到俄方宫建设的 那么这些修灵的大军 最后去了哪里呢 《汉书楚元王传》里边说到 离山之作未成 而周章百万之师 至其下矣 这句话已经明确地告诉了我们 秦始皇陵并没有最后完工 他们在没有完成修灵使命的情况下 就去前线抵抗齐军 这里边的人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最后他们投降项羽以后 又被项羽坑杀在河南省的新安县 秦始皇的陵墓工程呢 虽然最后没有完工 但其他的工程项目呢 基本上已经结束 他庞大的规模 破具匠心的布局 精湛的工艺 让我们对两千多年前 古人超凡的智慧感慨不已 看到这些雷里的白骨 我们难以相信 在如此的艰难困苦条件下 这些秀灵人承受着高复合的工作 他们积劳成绩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过着食不果夫 衣不保暖的日子 他们是如何创造这些巨世无双的辉煌呢 其后的西汉地灵 无论是从气势 规模布局 乃至有文物的精湛程度 都和秦始皇陵是无法比喻的 会不会是因为农民起义 秀灵人最后战时沙场或者亏散 导致到西汉很多机翼失传呢 是 还是不是 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来证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秦始皇陵不仅仅是一座帝王陵 它更是一座凝聚了古人智慧的文化遗产宝库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也欢迎关注南部副号 一同探讨历史 品度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 难点 再见 长久以来 兵马俑的主人是秦始皇已成定论 可上世纪八十年代 却有学者们认为 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 而是他的高祖母秦宣太后 那么兵马俑究竟是为谁陪葬的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 为您解读秦陵陈锋的帝国第八集 兵马俑是谁的